十款让人青春不老 绝无地雷的眼霜排行 哈喽大家好 我是Vogue美容编辑正方 大家都是几岁开始擦眼霜的呢 我们上次在Vogue的美人会社团 做了一个眼霜大灾问 居然很多人都不知道 到底应该几岁开始擦眼霜 今天我就要来介绍 2019年到2020年 十款最新的眼霜排行 那我觉得啊 其实擦眼霜不应该用年龄来判断 如果啊你是那种天生皮肤比较干 或者是眼睛比较大 就是常常爱笑的人 所以很容易就牵动眼周旁边的肌肉嘛 还有一些就是 如果你是很早就开始化妆 或者是很喜欢滑手机的人 如果你是以上这些人 你应该就要提早开始擦眼霜啰 如果你比较年轻或者是属于轻熟龄啊 那你选择眼霜 可以选择比较清爽质地的 第一瓶啊就是这个 资深糖小红瓶系列很强的姐妹瓶 它是眼部修护露 如果啊你是要开始擦眼霜 很担心那种眼霜很滋润 然后就是眼部会造成一些 小肉牙的疑虑的人 这一款啊其实蛮清爽的 蛮适合就是第一次使用眼霜的人使用 它虽然啊叫做眼部的修护露 其实挤出来啊是一种就是白色的凝霜质地 它的质地不会非常的厚重 而且然后就是非常的清爽 那其实涂开来啊其实就是还蛮水的 所以那像我自己啊就是如果眼周就是在办公室 就是环境比较干燥的时候 如果这边有点干的的话 其实我在办公室自己会沾一点点 然后轻轻拍在眼周的皮肤 它就会有点滋润的感觉 而且如果你有上妆的话 它也不会把你的妆弄脏 所以我觉得第一次使用眼霜的人可以选择这一款 第二瓶啊就是这个也是大家都蛮知道的这个蓝蔻的小黑瓶 它也出了一个就是针对眼部的大眼精脆的精华液 如果你的眼周肌肤就是比较干燥不舒服的话 因为它里面啊很特别就是它是用那种 呃一个抗菌的冰珠去按摩你的这个眼周的 那很多人呢就是因为眼周的皮肤比较脆弱 如果用手去按 它不知道如何控制它的力道 那这个冰珠啊因为它上面有一块黑黑的是它一个有一个弹力的橡胶 所以如果你按的话啊它可以360度的按 然后呢它可以轻轻的按 它有一个弹力的橡胶可以帮你做缓冲 那我觉得除了这一点蛮特别之外啊 就是它里面的成分 因为它这个最新款啊它其实是针对眼睛跟 你有没有看到这个瓶身上面有一个睫毛 它还加了一个可以让睫毛更健康更丰厚的成分 所以使用这个眼部大眼睛脆的时候啊 你可以就是除了眼周涂完之外 就是你的睫毛也可以涂一下 所以它就可以让你的睫毛变得更健康更丰厚 所以这也是业界第一款 可以让你的眼睛变大的一个眼部精脆 第三个啊我要介绍这个克兰斯的这个弹力眼霜 如果是喜欢克兰斯的人应该知道它有一个弹簧霜的家族 那它里面啊其实是用到了一个澳洲的袋鼠花的成分 可以让你的皮肤就是痰痰润润 那这个是他们去年推出来的眼霜 我觉得很特别 因为它的质地是慕斯的形式 它其实就是感觉是一坨乳霜 其实你摸起来它有点像是那种弹簧棉花糖的样子 那重点是它其实不会太厚重 所以如果你是大概30岁的青熟龄 你很适合选择这一款 那这一款对于一些就是帮你淡化细纹啊 黑眼圈还有眼周的暗沉有很好的效果 接下来啊我要介绍的是这个碧尔泉 也是属于小清新的眼霜系列 那这一瓶眼霜啊是淡细纹眼霜 也是我觉得很值得推荐那种刚入手眼霜产品 那很多人啊会觉得使用眼霜啊 就是会长一些小肉牙嘛 那我之前有就是在影片讲过 其实涂眼霜长肉牙不是因为眼霜的问题 其实是你的体质比较容易诱发长肉牙 那如果你真的还是很担心的话 真的很适合这一款 因为这一款啊它标榜低脂眼霜 它的油脂的成分含量 其实只有精华液的六分之一 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清爽跟滋润 它真的就是很清爽一下就推开来了 那像你擦这样的眼霜啊 其实如果年轻人不知道怎么擦的话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在你的一个眼睛上点四点 就是在眼头眼尾 然后眼睛的上方跟下方点这四点之后 你就轻轻地拍轻轻地拍 就一下就渗透吸收了 所以这样子你的眼角就不会有一些细纹啊 或是黑眼圈了 生活中啊你只要注意一些小细节 其实你的眼角就比较不容易产生细纹跟肝纹哦 第一个啊其实就是不要乱揉眼睛 因为啊常常很多人就在那边乱揉眼睛 眼周的皮肤比较脆弱嘛 那你一直揉一直揉 就很容易产生细纹了 所以如果你当你的眼睛就是如果真的有点痒不舒服的时候啊 你就赶快冰敷 其实冰敷就是可以稍微镇定舒缓那种痒感 第二个就是不要用热水洗脸 我知道像现在天气很冷 大家喜欢用热水洗脸 其实这是最大的错误 因为热水很容易造成肌肤刺激发炎氧化 那尤其是眼周肌肤很脆弱 那要用什么温度的水洗脸呢 其实就是一种无感的温度 所谓无感的温度就是 你碰到你的皮肤上 它不会感觉到很冰 也不会感觉到很热 没有感觉的温度那是最好的温度 所以记得你要用最无感的温度来洗脸 第三个呢就是要多吃蔬菜 像营养师建议啊 可以多吃一些红甘蓝菜 那红甘蓝菜因为它里面含了很多一些维生素1的成分 可以帮你的肌肤消炎 蔬菜里面含有很多膳食纤维 那膳食纤维其实可以降低我们人体一个可体松的浓度 那什么是可体松 就是可体松其实是一个荷尔蒙 如果当你的就是身体的压力比较大 你就会产生这种荷尔蒙 那这个荷尔蒙会让你的肌肤比较提早老化 那这个蔬菜的膳食纤维含有这个可以降低可体松的浓度的成分 所以多吃蔬菜真的是非常好的 如果啊你是比较有预算的人 我这边要介绍三款就是比较顶级系列的超能眼霜 其实非常的厉害 第一款啊就是这个亚诗兰黛白荆棘的一个花蜜眼霜 其实白荆棘大家就知道就是贵嘛 如果很贵的眼霜你可能会觉得它好像就是比较浓稠比较厚重 其实这一款就是完全颠覆我对白荆棘眼霜的想象 因为啊它里面的那个眼霜其实质地啊 看起来是有点就是乳霜状 可是其实擦起来它非常的有爆水感 你在涂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它的水很多 就是越涂越多水 因为它里面含有一种高渗透的离子水 还有海藻的成分 所以它可以包覆很多的水分在里面 所以如果你的皮肤就是很干眼周皮肤很干 它越差就是停留在皮肤上面是一种很水很水的感觉 我觉得对于一些干纹啊细纹啊真的有很好的保养效果 那像我自己啊其实在大概在十年前 因为我是一个很爱皱眉头的人 那大概皱眉纹其实已经有点蛮明显的 那个时候其实皮肤科医师就推荐我 要不要打一下肉毒把它就是麻痹一下 那我就觉得说我觉得眼霜应该还是有这个效果 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每次在擦眼霜的时候啊 我就擦完这边会把眼霜挤一小坨就擦皱眉纹 就是在皱眉纹这边一直按摩画圈按摩画圈 所以其实经过十年之后 我的皱眉纹其实也没有太加深 如果有人问我说眼霜真的只能擦眼周吗 其实我觉得并不见得 如果你有一些纹路比较深的地方 把眼霜多擦在那边多按摩 其实效果也会蛮好的 接下来是这个美国的德英特的这个牌子 这个牌子最近啊在贵妇圈也非常非常的流行 因为啊它就是在美国的一个肌肤研究中心 得到美国医学界很大的关注 因为它里面都利用到最先进最厉害的一些成分 来使用在肌肤上面算是一个很先进的品牌 就是你擦完这个眼霜啊 它可以在你的眼周的周围形成一个透明的眼膜的效果 那这个眼膜可以持续12个小时 帮你发挥一些保湿跟一个紧致拉体的效果 那如果你的眼周肌肤真的很干很干 它有一个建议的方式就是你可以用来厚敷 涂完之后呢就是你再拿一个化妆棉 加一些就是不含酒精的化妆水 然后湿附在上面 就在按压大概这样敷个五分钟拿下来 再把它轻轻按摩 你那个眼周的就是比较紧绷干燥的感觉 就可以瞬间得到缓解了 接下来我要介绍这个Lepary的鱼子眉眼霜 这应该是我这一次介绍眼霜中里面最贵的 因为它贵到已经破万了 这个Lepary的品牌其实是很多人的梦幻级的品牌 就是如果我有一天要用眼霜或是保养品 最好最好一定要用到这个牌子 它附的这个刮棒啊 其实也非常的高级 有一个它专属的位置可以放着 所以不会不见 那真是一个贴心的设计 那它去年啊其实它升级了 它加了一个鱼子精脆配方 所以可以让你的肌肤更保湿更紧致 那它的质地看起来就是一个 就是有点半融化的奶油质地 它的那个质地非常的细致 就是你一擦它就化开来了 所以让你的眼周肌肤 有一个得到很好很好的一个舒缓 那如果有人说像这么贵的眼霜 大家如果真的很舍不得擦的话 我建议啊其实你的用量可以不用太多 因为它的质地非常的好推展 所以一点点它就可以整眼推到你的眼周 其实也是一个省钱的做法 我现在要介绍三款啊 就是2020年最新上市的眼霜 也是非常的厉害 第一款就是这个迪奥的逆时能量紧致眼霜 那这个眼霜其实是最新的 也被妞儿老师激推 因为它说它自己的眼周肌肤真的非常的干 它几乎是用眼霜来擦全脸欸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有钱 这个眼霜啊其实打开来 其实我也觉得蛮惊讶的 就是它是完全是一个铝箔的密封包装 把它撕开之后呢 它就是还有一个保护的作用 表示它真的是一个完全密封新鲜的包装 那这瓶眼霜啊 它里面还有一种植物固醇成分 那这个成分其实跟我们肌肤的脂质很相近 所以它很快就会被相容跟吸收 另外还有一个芒果纸的成分 也有点滋润的效果 那我觉得其实也很好推 很好吸收 那如果你觉得你擦眼霜之前 想要做一点更好的tips 让这个眼霜的吸收效果更好 其实你可以拿热毛巾就是沾水 然后热毛巾把它稍微热敷在你的眼周 大概几分钟之后拿下来再来擦眼霜 它就可以促进你的肌肤的血液循环 让这个眼霜发挥更好的效果 接下来是这个也是在贵妇圈里面 非常有名的香提卡的钻石级眼霜 它在2020年也做了升级 它可以帮你消除细纹啊 消除黑眼圈 还有就是眼周比较紧致拉提的效果 它附的这个刮棒啊也非常的可爱 就是它一面是平的嘛 可以让你把那个眼霜拿起来 另外啊一边是一个半球体 它可以让你就是冰凉镇定的感觉 可以让你这样按摩眼中 嗯其实真的很舒服 那其实很多人涂抹眼霜啊 都知道是画圈圈 可是如果你画错方向其实也是不对的 那像我们的眼纹啊 就是眼周的细纹 像眼下的细纹 其实是由内而外生长的 那如果你是顺着这个纹路这样擦 其实有点不太好 就是可能会让那个纹路越加越深 所以重点是你要逆着擦 所以就是你擦眼睛啊 就是要这样逆着打圈圈 逆着 然后顺 逆顺 逆顺 这样子你的眼角的细纹 才有可能比较被淡化 接下来是这个胶兰的蜂王乳的眼霜 那其实这个胶兰的蜂王乳的眼霜 其实两年前推出之后啊 就非常受到的欢迎 因为啊它就有点帮眼周肌肤穿马甲一样 就是紧致跟拉提 那这款升级版 它加了一些玻尿酸啊 绞纱碗 还有就是燕麦的萃取成分 所以让这个眼周肌肤的效果更好 它里面的质地啊 也是那种淡淡的鹅黄色 也很像那种融化的奶油 那其实它一擦在肌肤上面啊 你真的会有点就是眼周被拉提的感觉 就会有大眼提升的感觉 以上就是我介绍十款超级眼霜的排行 有没有哪一瓶烧到你 或者是你很想赶快去买来用用看呢 如果你还有什么其他彩妆保养头发的问题 欢迎在下面留言给我哦 我们下个礼拜五再见 拜拜